说到演艺圈的绅士壮汉 大家一定能想到何润东 一米八四的身高可是让很多人羡慕呢 可是大家绝对想不到 这么高这么壮的何润东 竟然在高中时期被霸凌过 十个变二十个 二十变五十个 然后每一个接近你的 几个年人都会说 我就开始害怕 每天上课都会害怕 体育课的时候怎么办 好我也要去买最长的袜子 然后能够把我的读音程越多越好 然后我的短裤我一定要穿到到膝盖 然后这个其实对于我 现在还是有这个意义 我还是没办法去 比如说在一个游泳池里 有网友去洗澡或者跟医师去洗澡 完全还是不行 一个年轻人其实受到压力 而被霸凌 其实他会不知道怎么去处理 这个状况 他如果可以跟年纪比较大的去分享的话 或许他可以帮你找到另外一条路 另外三个人可以打开 你不是要因为别人的嘲笑 而去重新定位你自己 因为腿毛少被嘲笑 何仁东的经历也太惨了吧 那他有没有做过什么来弥补呢 当时会觉得 就是说会问人家是不是可以抹生姜啊什么 然后都抹在腿上啊脚上 但都没有什么成效了 对那现在我就觉得还蛮好的 没有腿毛 对夏天蛮舒服 现在看来缺点变优点了 我们的何仁东还真是乐观呢 不过我们合到当初演员的时候 还被导演欺负过呢 所以现在对自己剧组的演员超级好呢 以前呢我有被导演 就是刚刚我的新人说被导演骂得很惨 就是我变成一个他的发泄的管道 因为那时候我是新人嘛 然后没有学过表演 那其他演员的都是从戏剧学院毕业出来的 所以呢 那个导演呢 他每天晚上都不怎么睡觉 喝酒啊什么的 然后隔天拍戏的时候呢 就会很累 然后呢脾气就会很不好 然后呢就会 没事就会骂我 所以呢 那个时候对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创伤了 对 然后我几乎每天都哭 每天都在房子里面哭 然后也有想过说 呃 离开演艺圈 但是好久后来撑过来了 对 所以我现在身为导演的时候呢 我就知道说 其实演员的心情 他们心理状态其实是很重要的 还是要好好地去呵护 就如同很像很多的家长 他们要去呵护自己的小孩 去多去关心他们自己小孩的 一些心理状况是同样的意思 我们的河岛不光关心演员的表演状况 还关心演员的心理状况呢 不过我们河岛结婚一年多 和老婆感情这么好 是不是马上就要有小baby了呢 以后要怎么教育小baby呢 所以 如果就以后我生小孩之后呢 我一定会 多多地去跟小孩聊天 就从 从小就让他 养成这习惯有什么事情呢 都会跟爸妈说 那他们就不会把事情憋在心里面了 看来我们河岛是打算要小baby了呢 台北报道 阿姨 监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